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红柱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今天是周末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从7月6号那一天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跟大家讲过 其实市场已经出现一个转折了 那时候其实大盘是非常非常一个恐慌 那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视一下 当初所跟大家所说的一些市场上面一些讯号 它到底有没有验证 7月6号的时候 当我说大盘出现一个破底背离的转折 背离乃为超盘手支最大情绪 什么叫背离 当我的指数破底的时候 我的指标没有在破底 而且我的指标是怎样 翻红向上的 所以这个叫破底背离 背离乃为超盘手支最大情绪 所以我当时候跟大家讲说 大盘出现了两个转折讯号 一个是强势指标股的落后补跌 一个是指数的破底背离 股价创下新低 但是指标没有在破底 所以它准备迎接反弹格局 这是7月6号跟大家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是不是从7月6号的时候 最低点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 我们看一下7月6号的时间点在哪里 破底背离背离是这个时间点 当我们把KD指标摆上去的时候 我的指数破底了 可是我的KD指标 有没有在创新低 没有 最低点是在这边 所以这里是一个最后的 利空测试的阶段 最后利空测试是用什么 什么样的时间来做测试 我跟大家讲说 中美贸易大战 最后会在7月6号的那一天 得到一个结果 也就是美国会对中国课税 但美国会对中国课税 然后股市会大涨 这个跟你所想象的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股票市场看的永远是未来 你想卖的人 在这一段已经都卖完了 在这一段已经都卖完了 你不会等到7月6号那一天才卖 所以当你7月6号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其实这一段时间的卖亚早就已经消化 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是7月6号那一天才做一个出清持股的动作 那很抱歉 你满你完了人家一大步了 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所以当你看到极度恐慌出现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说 那个不是绝对的低点 也是相对低的位置 回过头来看 当你每一次买在BIOS 来到负二以下的时候 来到负二以下 这里是不是负二 负二以下的时候 它不是绝对低点 也是相对低的位置吗 对不对 技术分析它是有用的 它是帮你判断这个市场上面的情绪 不要让你不会成为一群羊 而是要让你成为一匹狼 那我们从7月6号开始预告的反弹 7月13号的时候 当我这边扣底值 准备要扣底低的位置 下降区间嘛 我扣底值准备要扣底下降区间 那我现在的均线翻上去 越均线翻扬之后 我第一次站上均线的位置 这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突破压力 它会做一个测试支撑的动作 第一次突破压力之后 它要做回测 如果这个测试没有通过 那抱歉它还会再破一次底部 但是如果这个测试它有过关 那大盘就会开始一路的往上攻击 所以指数突破了越均线的反压 扣底值在扣底下降区间 扣底值在扣底下降区间 所以突破压力之后 它会回测支撑 先上就会后下 先下就会后上 所以来回震荡整理 做最后趋势的表态 如果说它测试完毕 OK的话 就是冲上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7月13号的时候 大盘如果我们把指数均线的位置 把它打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这里是不是突破压力 我第一次站上越均线的位置 我第一次站上越均线的位置 突破压力它会来回测支撑 尤其是我越均线那时候 刚方位向上 所以突破上去之后 它测一下这个均线 到底有没有撑 所以它最低点来到哪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线 刚好到均线的位置 有没有 就停住了 刚好到均线的位置就停住了 那它有守住吗 有啊 它有守住啊 所以指数在那个低点 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 这个都是技术面告诉我的 我没有用很难的软体 这只是观念上的问题 当你的观念正确 简单的东西也会变得很好用 你不需要去用什么 很困难的技术分析的方法 你光了解市场的资讯 市场的这些技术面的表现 你就知道说 原来心态上面是做什么 但是你所接收到的讯息 绝对是恐慌的 绝对是非常非常惊天骇浪的 我只能用惊天骇浪来形容 因为大家都跟你讲说 中美贸易大战 中国它要打了 所以呢 所以全市场它会出现 一片恐慌性的沙盘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会陷入衰退 这是媒体告诉你的啊 每一家媒体不是都这样跟你说吗 如果你也相信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收看别人的节目的时候 他也跟你讲这样子的话 那这些人跟羊群有什么不同 他没有看到事实的真正核心在哪里 只有我跟你讲说 美中贸易大战 其实他们都在开后门给人家走 这个才是事实 有人真的想要打仗吗 有人真的愿意去为这个贸易大战 然后付出他的后果负责任吗 没有 只有一个先知 他告诉你说 中美贸易大战 他这件事情不会很久 这个人叫张忠谋 张董事长呢 他讲了一句话 美中贸易大战不一定会漫长 因为漫长会对国际贸易有所影响 所以他抱持的希望 在不影响国际贸易的情况下 他相信会解决的 他相信会解决的嘛 所以人家为什么可以带领台积电 成为全世界最强最强的 金元代工的厂商 因为他看得见未来 他的眼光看得不是现在 他不是羊群 他是狼 你要跟着狼一起行动嘛 你要跟着先知一起动作嘛 但是你在市场上面 永远看到的都是主播 他都在告诉你现在市场的状况 所以他没办法带你看见未来 只有一个懂产业的人 一个知道市场现在资金流向的人 他才能告诉你未来的方向在哪边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是什么 你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要先找到市场 领先市场的思维在哪里嘛 如果你只是看看新闻 看媒体 那对你有帮助吗 我建议你不如把新闻关掉 不要看 做股票一直在看新闻 然后你永远受到市场的情绪面影响 你看不到技术分析所告诉你 那个真谛啊 那个真正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你要成为狼群 你要成为一匹狼 你对于行情要有嗅觉 对危机要有感觉 重点是你对猎物 你要非常的果决嘛 所以我告诉你说川普这个人啊 他没有办法去预料 他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料 你今天 他今天讲的话 明天可以推翻自己 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他真正的心意 你没有办法去揣测 你只能用技术面的方式 去知道说现在市场的情绪 被他影响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出现一个极度恐慌 或是一个过度恐慌的时候 往往都是一个波段的买点 所以你看到说 当BIOS来到负二的时候 我也不是神啊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 市场真正的低点在哪边 绝对的低点在哪边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说 当BIOS来到负二以下 有没有 当BIOS来到负二以下 你那个买点啊 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个就是操作的策略 这个就是领先市场的思维 可是操作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没有这样子的观念 所以导致说你在市场上面 一直都是处于一种 输家的轮回状态当中 然后受到市场的消息影响 就开始乱砍股票 那你等到看到了这个利多的时候 你又开始后悔了 美欧马上就跟你讲说 他要暂时延和 避免贸易战再扩大 重点是啊 昨天这两个人还超级恶心的 还互相拥抱亲吻 当初骂得半死 然后现在给你拥抱亲吻 然后告诉你说 美欧之间是兄弟 那你川普的行为 你有办法去理解吗 那如果哪一天啊 川普又跟习近平两个在拥抱 在亲吻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股市他会怎么样做反应 那台北股票市场 现在还在一个区间震荡 整理的格局哦 那你最害怕的时候 你把股票是 你把你的股票出清的时候 你都出清在这边 因为你的恐慌啊 因为你的恐慌 你到底是被情绪影响 你到底是拿来做股票的 你还是来反映 你的恐慌气氛的 不要成为羊群你知道吗 现在一群盲虫的羊啊 准备被嘎空了 准备要被嘎空了 这个嘎空行情 一旦启动的时候 一旦启动你才是真的 大多头的开始哦 你可以看到说 从我们跟你讲的那一天开始啊 我跟你讲说 7月6号那一天 中美贸易大战 会来到最后一个结束 然后每一次恐慌性的低点 你就看到龙圈开始攀升 你就看到龙圈开始攀升 那时候的龙圈张数 只有29万张哦 那你现在到昨天为止 整个龙圈张数 已经来到35万张 那我问你谁是羊群 市场上的狼 他会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去放空吗 还是这群羊啊 才会告诉你说 你要在市场上最恐慌的时候 你去放空 当你改变不了你的情绪的时候 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所以我要带领你的是 怎么样从资金面 怎么样从产业面 去观察到市场的未来 休息一下下个阶段回来 来告诉你未来真正成长的产业 地震了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破例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天岸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 8773 8859 8773 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 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 8773 8859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破例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带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深深的感谢 满满获利 狂胜天岸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 8773 8859 8773 885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要给你奔赏 物料 从现在起 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禽洗手 确实消毒 鸡肉 蛋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 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今天呢 有一则新闻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日本厂商在8月份呢 准备再调高7到10个percent的被动元件 所以呢被动元件的价格 又要开始上涨了 又要开始上涨了 我从被动元件这次拉回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提醒过 其实整个产业面呢 都没有改变 涨价的题材 还是会持续延烧当中 从去年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涨价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说 被动元件厂商 你要先注意谁 你要先注意代理商嘛 日电帽的部分 从30 40块 一路的攀升上来 现在已经来到80几块 那涨幅也高达一倍以上 大盘有涨吗 没有涨 可是为什么被动元件的族群 会涨半天 因为涨价的关系嘛 但是呢 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没有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谈涨价的时候 他当然会休息 我在跟你讲涨价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你 但是等到全部的人 都在学我的时候 当然整个市场上的题材 整个筹码面 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凌乱 但是这个凌乱呢 有办法坚持下去的人 你才有办法赚到大钱 那我再回过头来看 你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去想到什么 你第一个会去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MLCC吗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MLCC 股价的表现 2327的国具 目前还在平盘当中 小涨1块钱 2492的华兴科 小涨了0.83个percent 那2456的奇力薪呢 小跌 那为什么 不是告诉你被动元件涨价吗 不是跟你讲说 被动元件涨价吗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没涨 所以我说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搞懂新闻 在告诉你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懂产业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技术分析 那你知不知道市场资金的流向 如果你在这三个面向你都搞不懂 那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是懵啊 你在懵你知道吗 你就像这群羊一样 你只是看到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就信了什么 然后盲从 盲从 最后进了狼的口里面 跳进狼的嘴巴里面 你还在跟人家说谢谢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看到最重要的内容在哪边 全球前三大被动元件 铝职电容厂商 铝职电容厂商 你控宣布说 8月起调涨7%到10% 是日常第三波涨价 那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画出重点来 你要画重点啊 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嘛 那他都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说 他是谁 他是铝职电容厂啊 铝职电容厂商啊 那铝职电容厂商为什么要涨价 在被动元件的市场里面有三个 电阻电容跟电杆嘛 那现在涨的是电容嘛 我已经跟你讲过说 市场的涨价提倡会一直不断的在做改变 因为日电报他已经跟你讲了 铝职电容他缺货缺到明年 他缺货缺到明年 为什么会缺到明年 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因为铝职电容现在缺货的状况是更紧张的嘛 铝职电容跟固态电容的缺货情态趋势 是比现在MLCC还要更缺啊 因为中国的环保政策的关系 因为上游材料缺料的关系嘛 那这些缺货的状况没有改变 那当然未来价格就会挑战啊 股价跌下来每个人都骂得要死 等到他涨上去的时候 每个又在歌功颂的 有必要这样吗 这样你赚得到钱吗 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产业 有人也跟你讲说 凯美董做都跟你讲 被动元件的电容 预估9月份准备下一波的涨价潮 人家预估9月 结果日本8月就涨了 那你有没有看农产业 铝职电容为什么涨价 所以你要找的是铝职电容的部分嘛 那你要看2472的利隆电啊 现在是不是涨了 然后呢6175的利敦嘛 这个才是重点啊 8042的金山电啊 这个才是未来的重点区域 你知道吗 铝职电容跟MLCC不一样 铝职电容它的库存没办法放 因为电解液的关系 所以超过一个月之上啊 那个东西都不能用了 所以缺货的状况为什么那么严重 因为它没有办法囤货 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囤料的 你现在一动下去 你一买了就要马上使用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品质 它的焦期是更加的严峻的 那你会想说电容涨才涨10个percent 那MLCC是涨什么 是涨50%到60%哦 那本身这之间会有价格上的差异 假设MLCC它的价格是100块 那电容的价格就是1000块 同样涨MLCC它涨50% 它只不过涨50块而已 但是啊电容涨10%就等于涨了100块 也就是MLCC整体的价格 那你认为这个会不会对电容的营收 会产生很大的注意 这个就是你有沒有看到未来性的问题啊 你要找到的是 你要看得懂的是 现在市场上面到底在流行什么 未来的趋势往哪边在移动 而不是每天在害怕 买的股票会怕 卖的股票也怕 那你买的股票怕它跌 卖的股票又怕它涨 永远看不到未来的啦 那你要怎么去找到未来性在哪里 你要知道市场的资金流向面在哪里嘛 那你要知道说 现在大市场的方向到底是多还是空嘛 当被动元件开始缺货的时候 组装厂也开始调高了代工价格 所以我是跟你讲说 现在是全面性的景气 进入一个非常强的超级循环 所以你现在是看空 或者是说你的心态是偏空的人 其实你是危险的 你是危险的 因为钱很多 现在市场的资金的流量很大 包括在股息的部分 这个股息3000亿 这是低估的 这真的是低估很多 3000亿只有外资手上就拿到3000亿了 今年配下来的股息高达一兆 一兆 那这些钱如果再回到股市当中 你认为它要把台股带到什么样的新境界 这些都是去年公司赚的钱 今年还会再赚更多 那这些钱会流到股市里面去 那这些空单 我跟你讲的这些空单 农券的章数 人家制造一个恐慌给你看 然后你就真的下去说放空了 那你现在一路的被嘎上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还不懂得去改变吗 你还不知道要去改变吗 你要找到市场资金的流向 当你有一套公式跟方法的时候 你就不会害怕了 钱会怎么移动 当我市场有钱的时候 他会找一个族群性下去做布局 最后再领涨到个股上涨之后 做获利了结再回到资金面 这个就是整个资金的循环 你要搞清楚 你要抓到这个市场资金的循环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股市金流图里面 要先告诉你说 现在钱往哪个方向移 当你知道这个方向移的时候 你再去搭配技术面 你就可以找到未来的标股在哪边 所以6月26号的时候 资金往被动元件在做移动 其中流入量最大的就是这只股票 所以我在技术面上面告诉你说 它出现多头吞噬转折 一根红K吃掉当天的黑K 所以它是转折 转折一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2327的国具 它是不是从这一段 开始上涨上来到1300块 这里是多少钱 不到1000块 这里还不到1000块 但是来到1300的时候 我从BIOS的指标告诉你说 太高了 你要小心一点 你要小心一点 已经过热了 但是它现在只是做一个 短线上的整理而已 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再买回来的 绝对还有机会再买回来的 因为它的整体趋势面 是没有改变的 涨价题材它会蓄微 它还有后续的力道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但是你去放空这些的人 你现在短期内看来你是对的 但是这只是在筹码的 洗筹码的一个过程 当它洗完了之后 还是要反映未来的利多 找到一个最强的题材 找到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才是股票市场操作的真谛 7月19号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无人小息开始 24小时不打烊 那我也跟你讲 这是什么题材 无人商店开始要发威了 所以你看到阳明光喷上去了 但是我没有做它 我是顺着我的金流 告诉我的方向去走 当我7月11号的时候 发现到市场资金流向 从哪边走 出现了两党股票 一个叫金鸿 一个叫元泰 这个都是电子标签的公司 做电子标签 它跟无人商店做的结合 现在未来所有无人商店的货架上面 全部都会使用电子标签 很简单 因为它可以从远端去控制这些货架的 价格 它才有办法做到无人 否则每一个人 你的小息的店员 都要去换那个标签的时候 你有办法节省到能力吗 那我问你 就算它今天是有人的标签好了 有人的小息好了 它为了要减少能力 为了要减少换那个标签的人力 如果全台湾全部都换成电子标签 你认为那个商机有多大 所以呢 8069的元泰 当我资金开始流入的时候 我说均线已经带动趋势的逆转了 我看的是均线嘛 还有龙券张数 只要这些趋势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短线上面的拉回到底是你的机会 你到底要不要去把握那个机会 你回过头来看 现在是不是在创新高了 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也是在创新高 昨天也是创了一个新的高点 这个是一个平台整理的突破 突破 短线上面做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长线的趋势都没有改变的 操作要有公式跟方法 要有公式跟方法 否则你很容易受到市场的情绪所影响 那时间的关系呢 很高兴今天为大家解盘到这边 那下个阶段 由维旭老师 他的代班老师来为大家做解盘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毫无尽风险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 正经锁定 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感恩会员的支持与信任 一起成就获利翻倍的绩效 洪老师秉持着投资新典范的理念 盖领会员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声真的感谢 满满获利 黄胜专案再加码 力上加力 展开布局 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店领会员 征服古海 共创双赢 声真的感谢